有些人他明明这一世来投胎的时候 是带着很多裤藏的 也就是说他本来应该是一个 比较富足的一个人 可是为什么现在会沦落到一无所有呢 阿弥陀佛大家好 我是李季千 那么天宫玉皇大天尊 晚上初八十一点过后 就可以开始拜了 无法在十一点晚上开始拜 是初九早上拜 一定要是在中午之前最理想 我发现到很多人在拜天宫的时候 拜到最后都会是这样子喊 要不然现在流行三字经 拜天宫这种事情 不是你喊的最大声呢 你就能够得到你想要的财运 今天就是想要告诉你 为什么有些人 他明明这一世来投胎的时候 是带着很多裤藏的 也就是说他本来应该是一个比较富足的一个人 可是为什么现在会沦落到一无所有呢 八字原本有 因为某一些行为而导致他的财库破了洞 因此今天在拜天宫的时候 大家请记得如何帮你破了洞的财库 去补回这个洞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懂得向南摩天宫玉皇大天尊 我的根本上师圣尊领胸活佛在开示当中其实有提到 一年里面大概有四天会有一个日子叫做天赦日 天赦免你一切罪的一个意思 但并不是说那一天天赦日自动的我们全部人从有罪就变成没有罪 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说在天赦日如果你能够修忏悔法 那你之前所犯下的罪业可能可以了一笔功效 你之前所累积的福分终于可以来了 因为当你有业障有罪业在前方的时候 它会挡住你让你这一切的福报呢 没有办法来到你的身上 因此你根本就没享受到好的福报好的运气 即将来临的天宫 但我希望有拜天宫的你们能够坦诚相告的 向南摩天宫玉皇大天尊参悔 你之前所犯过的什么罪业 你都可以很坦白的告诉他 但如果家人再不方便讲 你在心里面静静的说也可以 不要第一口就开口说 我要除财我要除健康 你应该要先做的是在天宫面前 坦诚你所犯的是什么罪 结了婚的犯结盈 你过去所犯的杀生业 可能你剁过胎 你杀过一些小昆虫啊 又或者你虐待动物 这些你都可以跟天宫说 又或者帮公司做账的 可是老板就叫报税的时候 可以报少一点点 用了一种法律的漏洞 但严格来说 已经犯了戒律通 如果是这样的老板 希望你们能够停止 这样的一个行为 也有一些我看到的是做厨师的 即将要过期的食物 本来这个餐馆 是不会拿来煮给客人吃的 不过因为厨师收了贿赂 还是照样这样子煮 这些你不要以为 你不说 我不说 没有人知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何谓无知 善报恶报 迟报速报 终须有报 阳间观行 虽信脸 阴之法王 总难逃 无论你在过去犯过什么样的罪业 杀也好 偷也好 邪淫也好 妄语也好 饮酒过度 蓄意伤了人 这一些你都可以向天宫坦诚相告 所谓的忏悔 就是你说了之后 你认罪了之后 你不再犯 这一个才是真忏悔 也唯有这样的忏悔 才能够真正去补你破了洞的财酷 要不然 无论你去请怎么样厉害的风水师傅也好 你请谁谁谁 帮你做法也好 终究也没有办法逃过天性 你既然敢做了 你又何必怕瘦包对不对 怕果包是好的 因为我们唯有怕因果 我们才会想要改些归正 希望你们不要在草地上焚化 一会杀掉很多小小的昆虫 蜗牛之类的 我们路也不一定看得到 那第二就是 也不要伤害这些花草植物 蓄意去破坏 依然是犯了那个杀身业 听到人家说 没有定生 拜天都不容易会带来酸孕 是吗 其实我们平时修法 都应该要冲个凉刷个牙 尤其是我们有吃荤食的 也可以穿得喜庆一点 你看我昂贡公这样 因为生日嘛 就好像我们为小孩庆祝生日的时候 摆生日派对 我们都会弄得很喜庆 同样的为天宫赫寿的时候 大家也能够穿得喜庆一点 我们忏悔为什么有供养 其实就是不要落入空球 无论你是焚花金植 贡香花分茶果 或者昨天我讲的衣食柱形的贡品 我们以供养功的祈愿 那么天宫玉皇大天尊 接受我们诚意的忏悔 感谢您的观看 我祝大家热吉祥热吉祥 一月六十很吉祥 这么极庆的一天 大量的去忏悔 真诚的忏悔 大量的去补大家的财库 真正得到旺旺来 吃死地咧 我去法天宫了 晚安